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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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好 在这段教训影片里呢 因观众要求 要求我黄老师来讲一下 这个Maple软体 那什么是Maple呢 那它本身是一个数学软体 就像Mathematica一样 我们二话不多说 我先秀给你他们的 英文的官方网站 好 那我先来秀他们的官方网站 我们去打开我的浏览器 你可以看到桌上角 这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进到主页面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介绍什么是Maple 那你可以播放 它做的这个介绍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Maple 是 the essential math software tool for today's mathematicians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it is the result of over 30 years of dedication by many 好 那大概你可以 有空你可以自己看 那 我就稍微简单说 长话短说 那Maple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学的软体 它可以做数字运算 符号计算 还有解放程式 那 那 这几年 它号称 它里面有内建大概2500个指令 那Mathematica 大概有1000个指令 好 那 个人使用的这个经验 感觉是Maple 必须要 要特别去了解它的 输入的语法 和一些公式 比较没有那么人性化 比较没有像Mathematica 这么人性化 好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要 show 你这个软体怎么使用 好 而且只讲重点 那 简单的说 反正你只要记得Maple 像Mathematica一样 就是用来 嗯 可以作为处理 搞结数学的一个 数学 软体 就有点像是一个强大计算机啊 好 那么 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启动Maple 你去Windows Start button 好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search Maple 那 目前Maple 已经出到第15版咯 好 那我就点去Maple15 它就会开启Maple的视窗 好 那 同学已经看到这个 这就是显现的Maple视窗 好 这是Maple15 第15版 一开始它会有Quick Help 这个视窗 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 这个邮标在闪动 好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要先教你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设定 有一个动作设定要先做 好 这样以后 你开启的Maple 你开启的Maple 档案 就不用再重新更改设定了 好 怎么做设定呢 你去这个Tools 好 然后走到这个Options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新的视窗 我们必须要去这个Tab 叫做Display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个设定 更改 更改 Input Display 我们要选择Maple Notation 好 然后呢 其他设定 大概基本上就不需要改 记得要点取这个Button 叫做Apply Globally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这样做呢 这样就要 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 好 因为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必须要你去使用 标准的Maple Input Notation 好 那这样就是JSY 一开始的推出设定了 好 那 那我们先把这个视窗放大 好 你一看到哈 一开始这个优标 它其实呢 你如果打字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打字 你可以打出来 就像文书编辑软体一样 打出来就是文字哦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打入的是指令 对不对 好 那你怎么把它切换文字还有指令 第一件事你要学的 就是按上面这个键 按这个 就可以输入指令 好 好 我们先学的第一个指令是 restart R-E-S-T-A-R-T 那执行这个指令 你要打一个 semicolon 咆ress f 按摔 按 ア arrive 这个指令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 清除所有Maple的 暂存记忆体里面所有的那些资料 啊 这是一个很保险的做法 一开始你要先清除你的这个Maple里面的记忆体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Maple可以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说过可以做运算嘛 那运算呢我们就来输入一个运算 比如说像是这个 12乘上34567890 记住你要计算的时候最后要放一个semicolon 我们按Enter 它就会算出答案在这里 414814680 这就是答案 好那有同学说老师 那像Pi这个东西3.14159点点点的圆周率 那我要怎么输入啊 二话不多说 那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们就来输入 这个8乘上 Pi 8乘上圆周率 重点啊 你要打大写的P 小写的I 然后按Enter 它算出来就是8Pi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学如何打这个power 就是打那个指数啊 比如说是像这个 一百三十四的三十九次方 我们就把按一个shift 然后再按键盘的6 就可以打那个power 所以然后最后再打 然后再打 然后Enter 你看这就是它算出来的答案了 这个指数啊 可以是分数 也可以是负数哦 不信我们来做个练习 好负数 负二次方 那我们知道的出来的答案就是 一七九五六分之一 好 那我们来再看看 那这个 如果指数是分数怎么办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一百三十四的二分之一次方 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啊 二分之一就是开更号嘛 算出来就是一三四开更号 那你会问老师啊 老师 那这个指数可以是负数 也可以是分数 那可不可以是小数 也可以哦 来 我们来试试看 输入这个一百三十四的 零点五次方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答案 算出来是一百三十四开更号嘛 但是我们看看啊 答案是什么 按Enter 诶 你又发现他算出来的东西 是帮你算出来 是算出十一点五七五八三六九零 好 所以如果你输入的是小数 出来的就是小数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哦 好 要记住 那可不可以做分数计算 当然可以了 这个五分之三加九分之五 加十二分之七 打 semicolon Enter 应该是可以的哦 算出来就是一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好那我们已经学了这个简单的基本操作 那有人就说啦 诶 那我每次动更号就用这个嘛 像是一百三十四然后开更号就用这个 其实不一定的 那我们可以用Square root这个功能哈 我们就输入语法是这样的 SQRT 好 那你输入你要的数字 这就可以帮你求开更号 好 所以这就是有一点小小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要稍微记一下它的电脑输入语法 好我们来看看跑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二更号六 有没有 你把二十四做开更号 得出来就是二更号六 好那你要记住的就是SQRT 好后面加括号输入的数字 这个也可以帮你求出开更号 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介绍了这几个基本输入 而且我们介绍了如何开更号 接下来我要带你看一个例子 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简化 什么叫简化 simplify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我现在要把二十四做开更号的动作 我们刚才是用Square root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用这个东西来做做看 Enter 我们算出来是不是更号二十四 好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用这个Square root这个语法 算出来就是已经解化的形式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形式去输入语法 得出来的计算结果是更号二十四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老师比较龟毛的话 他必须要你得到二更号六 那你要做什么动作 那你要做什么动作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simplify 那怎么做simplify呢 很简单 然后呢 在这个括号里面打入你想要运算的东西 我们来试试看 跑出来是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跑出来的也是二更号六 这跟你用Square root 求二十四的开更号 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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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